快要到了新北市淡水区的在地企业 红树林有线电视 特别和议员郑宇恩 邀请某某家族一起在儿童节前夕 举办了一场同乐会活动 驱公所大礼堂涌进了500多倍的家长和小朋友们 让现场所有大小朋友们 一起快乐迎接一年一度的儿童节 下个星期就是儿童节 为了要让淡水的小朋友们 与家长有一个开心的周末假期度过 昨天下午由新北市议员郑宇恩 主办新手在地企业红树林有线电视协办 邀请到了最受小朋友们欢迎的某某家族 举办一场同乐会活动 现场在驱公所大礼堂当中 涌进500多位的家长与小朋友 气氛相当热闹与欢乐 今天很开心可以和我们红树林有线电视 一起合办这个某某庆祝儿童节的活动 那现场有小红梅姐姐 有某某哥哥大家一起跳动唱 那我们也请来这个文化国小跟新兴国小的小朋友 一起来做碟杯跟热舞的表演 那现场的气氛真的非常非常欢乐 那也希望这个家长们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回馈 让我们知道未来能够多办什么样子的活动 艺人表示这次非常感谢红树林有线电视 一起来举办活动给小朋友们同乐 也感谢淡水文化国小碟杯校对和新兴国小的热舞 带来精彩的表演 而每一次的亲子活动都努力让大朋友和小朋友 度过一个开心充实的亲子时间 也希望可以从中了解大家期待的北海岸淡水 有哪些亲子活动 或者是需要什么样子的建设和政策 无论是公园游戏场或是公托和学校 议员都会努力来争取 我们在地深耕这么多年 一直对于地方的一些公益活动 持续在一些付出 那我们也知道各位小朋友非常非常喜欢MOMO 所以呢我们长期跟MOMO有合作 那这次也谢谢宇恩议员 给我们这个机会来赞助这样一个同乐会的活动 那红树林已经不只是一个有线电视的业者 我们已经转型成一个网路科技服务公司 所以我们有做网路有做监视器 有做一些互联网等等 那现场也有家长这边建议 不管是新社国中或者是更多的游戏场 我们都持续的在这个帮大家争取当中 这次红树林有线电视也表示 这次不只是在地企业深耕地方关心地方大小事 对于企业回馈总是不遗余力 也特别赞助MOMO的表演 来了柠檬哥哥 小红美姐姐 还有可爱的MOMO 号召力真的是特别强大 在现场的小朋友都超级认真跟着唱跳 而红树林有线电视 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地服务 更是让现场的大家过一个开心的假期 记得许多音带水采访报道